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股的时间 逢星期三就是我和Jason一起主持节目的 Jason你好 是的,Phil你好 我们先看看上星期究竟Jason为我们推荐什么股份 见到就是这个万洲国际 见到万洲国际的表演其实是跑营大势 比上个世败来说其实上升了四仙 升了0.6% 而同期的恒指表现就差一点 跌了1.9% 跌了446点 之后我们看看万洲国际Jason教会如何操作 现在的情况又如何 Jason叫我们当时的现价买 即是六个四毫八的位置在有 不会不成功买入 一定买到 见到其实中五收市价只有六个五毫二 升了四仙上来 但未去到Jason的目标价七个半 Jason可否跟我们说 现在买了 应该怎样部署这一只股份呢 是的 在说万洲在过去这个礼拜 都算挺硬正 见到市业和很多不同的板块都急跌了下来 但这一只的半身股又没有怎样跌到的 都只是介乎在六个四毫 六个半左右就拉脚了 所以如果你说跟着之前策略做的 真的六个四毫八买了 暂时有点点利润 但我觉得又不用那么急着去走货着的 我仍然都是维持一个就是中线的部署 看目标价上 仍然都是先网 第一个位置就是七元的 升穿这些位置之后 再下个目标价 都是维持在七个半这些水平 如果买了万洲国际 大家可以放心持有主 Jason觉得这只股份可以继续看好 中线部署应该问题不大 之后我们看看 Jason今天为我们推荐什么股份 就是这个轻业太阳能 看到轻业太阳能 其实它就是做一些光伏的下游业务 或者做一些幕场 一些光伏的结构 一些建筑的项目 我们看一看你 究竟这个轻业太阳能 它们上半年业绩的造成点 看到營业额 就有接近23亿人民币 按年升了34% 而股东应佔日来 即是顺利 就升了大概2成1 去到超过2亿人民币 之后我们看一看 它的毛利率造成什么样 毛利率就差一点 就跌了3.6个百分点 这四年的上半年 只有21.5%的毛利率 而顺利率也跌了1.1个百分点 不过负债方面就升了 升了14个百分点 去到38接近四成左右 虽然四成就不是一个很高的负债比率 但是如果是个案的升幅来说 其实都大 Jason这家公司 为什么会有那么 突然负债比率会升那么多 说到负债升 都是因为本身的业务结构 就会有少少的改变 从之前都做很多 EPC 就是说一些工程相关的项目 到现在 就开始 做一个 自建发电站 它自己 建了一个发电站出来 当然 不是一下子 就可以将它 拿出去 买 去套现 如果你说 它有部份电站 建了出来 未能够即时 买出的 甚至乎有些是要自己经营着 就会令到它们的经营现金楼方面 会有点压力 而且始终它来到有很多的项目 都等着开工 所以变成都要在对上的年纪 不断要是增加的借贷 来做回资本开支 是否这样 亦都因为这个原因 而令到毛利率跌了下来 毛利率跌 亦都是因为 业务结构的变化 见到今年上半年本身传统幕场的业务 收入就升得多点 占比方面 亦都是提高了 但是因为 在传统幕场方面的毛利 都是比起一些 光伏业务的毛利来说是低的 所以由于 那个销售占比 改变了的关系 都是拖低了毛利率 亦都是因为 本身有部份 光伏的 业务 有部份的工程 由于竞争大了 在招标的时候 入标的价 亦都不能定得太高 所以变相亦都是拖累了毛利表现 之后我们看看 究竟轻业太阳能的分布业务情况是怎样 刚才Jason也帮我们提过 他公司主要有传统的幕场业务 亦都有太阳能的EPC业务 看到这两部份的业务 其实占公司的营业额比例都很大 好像传统幕场项目 营业额有9亿人民币 按年就增长75% 毛利方面都增长7成1 不过以赚钱的能力来说 太阳能EPC就比较厉害 营业额虽然不够8亿 但赚到2亿多 但看到 升幅其实就不是做得太好 反而要跌下去 至于这个传统物料的销售 有6400万日 可载生能源产品销售 就有接近5亿 电力销售的数 就太小了 我们都不想说这件事 Jason 可不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见到他们的传统幕场业务 和太阳能EPC 占公司的比重比较多 可不可以先和我们讲一下 其实什么叫太阳能EPC 所谓太阳能EPC 就是作为整个光伏产业链 一个下游的部分 讲得具体一点 就是说这间公司 帮人家 可能一些私营公司 外面的幕场 或者屋顶方面 装一些太阳能板 做了整个光伏发电的项目 意味着投资者 装完这个项目之后 就能够可以将这些电 买出去 又或者发电 作为自给自足的用途 这一部分的项目 就所谓一个EPC EPC的传社 就是说採购 建筑 以及设计 整个一站式的 服务的包办 所以变成 你说太阳能EPC 就是代表着 未来的下游业务 的表现 如果单看今年上半年方面 的确是这一部分的业务 做得不算太出色 无论在盈利方面 或者收益方面 都是要跌 最主要都是因为 本身今年上半年内地的经济 就不一样 以及融资 资金链方面 都是比较紧张 令到很多私营企业 也好 或者政府部门 都好 暂时就停了 就是说 光伏建筑的 进度 所以很多之前 集团 接下的订单 都不能够准时开工 交付 项目的量 也是少了 所以变相就拖累了 今年上半年的业务表现 不怪刚才 太阳能EPC方面的 毛利率就跌了下来 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暂时看到 这方面的业务 做得不太好 没错 只要我们看一看它们第一个利好因素 看到其实 轻易太阳能的名字都知道 太阳能 现在内地方面 最齐 正策制扶持太阳能项目 看到这个 内地新增光伏装机容量 其实在2012年和2013年之间 有个喷井式的上升 想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不是累积的 装机容量 是每一年 增加了的 光伏容量 例如之前2012年有5000MW 现在就增加了12000MW 整体加上有17000MW 就是2013年加上 你看到2013年和2014年 2014年预期也有13000MW增长 这个数字非常厉害 接到去年年底 整个中国的 累计光伏装机量 大概是19-20GW 意味着如果去到今年 额外再增加 说到13GW 说到升幅方面 都接近有6成 那么多 我相信这个趋势 一定不会改变 虽然今年上半年 好像全国方面的装机量 都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相信 去到下半年方面 都应该能够 可以赶工 去到全年 要做到现在 所谓13MW 或者13GW 这个量 照计的难度 不是太大 究竟现在 差数差多少呢 我们在下张图表 就会见到 好像2013年 这个分布式 先看看 总光伏装机 容量 19GW 2015年的目标 即两年后的目标 就是要35GW 而现在看到 其实装了 就不太多 尤其是分布式项目 暂时 只有3.1GW 15年目标 去到20G 其实做了很少 对 今年上半年 不是上半年 即是 2013年 来说 其实是 噴证息上升 但是因为在2011年之前的时间 那个步伐都相对慢 他当时 实验规划 就定了一个相对进取的目标 就说去到15年 要做到 总光伏装机 要去到35GW 如果去到去年年底 才做到19个 意味着去到今年 额外增加十几个 去到明年再增加十几个 其实去到15年 要达标 应该的机会都是高的 不如看14年的情况 看14年方面 上半年 只是装了1.5G 14年的目标 新增目标 是7G 又是得很少 其实我也想知道 为什么 数据出来 为什么会差那么远 是不是大家 可能比较懒 不做着 什么原因 其实传统上 都是在上半年 装机的步伐 相对会慢 一来可能觉得 未够逼切性 未去到死线之前 可能很多地方政府 很多公司 都没有这个意欲去到增加 但是去到下半年 当能源局 不断出来强调 全年目标 不能够改变 不能够调低 他们就逼着 要去赶工 希望要达到 全年的目标 为什么 你说我们这次强调 要说分布式项目 还要有这么大的增长空间 因为最主要 看到现在 轻业太阳能方面 本身业务的占比 我们刚刚所说的 太阳能EPC的项目工程 大部分都是以一个 分布式的发电为主 包括屋顶 幕墙 地面电站 这些 其实都是属于分布式 这个系列 意味着 如果 上半年 做得1.5GW 去到下半年 如果根据目标 要达标 仍然有 5.5GW 要赶 我相信 集团 接单 或者能够交付 的量 都必定能够 大幅提升 没错 我们看一看 下一个图表 就会见到 究竟现在实施做了多少 2015年的目标 进了8成4的增长空间 真的做了十多个percent 没错 15年的目标 只有15% 所以 Jason说下半年 方面应该会做得不错 其实 刚才也提过 为什么会做得这么晚 相信很多原因 所以也因为有见及似 中央都推出了一些政策 这个政策就是什么 我们下半看到 进一步落实 分布式 光复 发电有关 政策的通知 其实很多时候 政府都是这样 见到 我不动 大家推出政策 补贴一下 令到 诱因大一点 去做这件事 你看到 第一个规划家庭工作 就是说 现在 不要搞了 大家快点 实实质质去做 所以第一个 重点就是这样 第二个就是 怎么搞呢 就是 都要找地方 就是中央就希望 找一些 廢气的土地 比如如如鱼塘 山坡 做些光复发电站 而第三个部分 就是经营者可以 选择自发自用 鱼电上网 或者全額上网 可不可以帮你讲一下 现在这三个重点 究竟能不能够 或者你觉得能不能够成功 推动到这些企业 去做多些 分布式的光伏发电 绝对是有个帮助在 因为现在 内地 为什么在过去 那几年一直 在分布式的 光伏发电 装机量 都是维持一个这么慢的水平 最主要都是因为 有很多问题 包括第一 就是在土地方面 不是那么足够 很多一些 说到农村方面的地方 其实都是没有 这个足够的 空间 或者可能 楼宇的结构方面 都有些限制 令到它 装不到 这个太阳能板 所以如果你说有了这个政策 未来是真的规划了 可能保障房方面 起的时候 都要预留一些空间 去装这些 EPC的项目 又或者可以 开发到一些 坊地 农地 等等 可以装一些 地面的发电站 那我相信 未来的装机量 都必定提升 那我说 就是说 那个存额上网 亦都是 增加了 弹性 给一些 光伏电站的投资者 因为以前 如果你说自己装作在家里 用不着的 发觉原来是 太多电产生了 但有部分是浪费的 令到他们的回报率 就会降低得很紧要的 但如果你说 未来 当有些企业 又或者一些公司 装了这个 分布式电站之后 如果就算 自己用不着 也好 又或者去 卖给一些 end user 是没人要 也好 他都可以 直接卖回 给国家电网的公司 从而就做到 这个传额上网 令到他们 都可以有一个 稳定的收益 我真的明白了 即是发电那些 逢新你发电出来 就不担心 会没人买的 国家 就会帮你买的 之后你看看另外的 三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这个 简化的项目申请程序 完善电费结算 和補贴 常付 同时 鼓励金融机构 为这些项目 融资 Jason 可以帮我们 集中讲一下 为什么电费结算 和常付 这方面要做些事呢 这一部分也是之前 为什么很多的 太阳能 相关企业 都做得不是那么好 或者没有这个 有因去投资的原因 因为以前来说 你那些 电费 你叫做 电网公司 欠你的 很多时候都要拖得 一年半载 才会找到 数据给你 令到很多 太阳能 电站的经营者 都面对 一个流动现金流 不是很足够 很多时候 就说明明发了电 但是电费方面的结算 很迟先进行 令到他们 在融资方面 面对一个很大的压力 如果你说能够 完善了这个电费结算 即是规定 电网公司 在收到电费 在用了电之后 就需要在一个月之内 就要还 电费 给一些电站的经营者 变相就 令到经营者 在那个 现金流方面 都可以控制得更加好 原来是这样 说真的 以前让我拖数 我都不做了 所以 现在创新的政策出来 就希望鼓励大家的 光复 分布光复电站方面 更加可以快点去实行 这一节 和Jason谈到这里 稍后回来 我们会继续看看 轻易派洋能 有什么利好因素 值得Jason推介这个股份 稍后再见